大家好,我是小颖 很多人把花生米买回去不是油炸就是水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新吃法 加一把大蒜,比水煮的好吃,比油炸的更香 而且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首先我们准备这样的花生米 然后把里面坏的花生米和发美的花生米挑出来不要 发美的花生米吃起来发苦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毒性 所以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 挑干净之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倒入烧开的热水浸泡五分钟左右 泡着花生米表面有一点起皱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漏勺把花生米过滤出来 装到漏栏里面晾干水分 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可以利用吹风机或者是电风扇 把表面的水分快速吹干 吹的时候一边吹一边翻动 这样干得更快 表面水分吹干之后再把它倒出来平铺推开 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 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彻底的晾干 晾干之后再把它倒入大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准备一把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直接放到花生米的碗中 然后加入四个八角 把它一磅一磅掰开 这样更容易入味 再加入四样的香叶 一把花椒 一勺五香粉 最后加入一勺白酒增香 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让每一颗花生米都均匀的裹上香料 搅拌均匀之后放一盘腌制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热之后加入三百克食用盐 然后开中火翻炒均匀 炒至食盐变得微热之后 再把花生米倒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刚开始花生米的表面会裹上一层食盐 因为我们加了白酒 花生米的表面会有一点水分 翻炒几下之后水分就炒干了 食盐就会自动脱落了 这时候我们要不停的翻炒 开小火慢慢炒 如果大火炒容易炒糊 会发苦 翻炒两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食盐慢慢的开始变黄 这时候还要继续翻炒 这是炒了五分钟左右的样子 已经能闻到浓浓的香味了 然后继续翻炒 大约炒七分钟左右 我们就可以听到花生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然后转最小火再炒两分钟左右 把里面的香料都炒干 蒜片和姜片都已经炒干啦 食盐已经变得咖啡色了 这时候就差不多啦 这时候的花生米就已经炒熟啦 我们来看一下 花生米用手轻轻一捏就能散掉 然后再用漏勺把花生米过滤出来 过滤好之后装入盘中 哇 好香啊 剩下的食盐可以装到保鲜盒里面 留着下次再用 这个食盐举的次数越多 做菜的花生米就越香 这样做菜的花生米吃起来非常的清脆 越吃越香 吃上一颗就停不下来 这样做菜的花生米比油澡的更健康 更有味道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四十八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